大家好 吉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从美国买回来的新玩具 这个玩具呢 就是 有没有看到这边 这边有一个秘密 有没有 寻命给大家看他 来 好这里 你们看到这小小摄影机可以装到任何你想要装的地方 好就这么小 好 这么小一个 这么小一个 那这个软体这个我们买了大概花了将近一万块台币 那为什么他我们要买这个呢 因为最主要是他HD 出HD 也就是说呢 照他的上面这边讲的 为什么其实台湾其实是在这个数位相数位摄影机这个部分 应该说CCD元件 然后CMOS这些都是台湾厉害的地方 但是整体套装出来最好的 这个是我们设备过之后 觉得最值得购买的 你有没有看到 720PK 录到60PS 好 那我们要的是1080P 好 好不好 超广角 1080P每12分钟拍出来的影片大概是1GB 所以说你4GB可以拍多少 你就自己来来参考了 好 好 我们来拆出来给大家看看 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这边有配件表 还是我开错的地方 好 我看说明书 好 我们看到这个是第一个说明书 这边还有一个架子 电池 来看一下电池 这个是3.7V的1100 1100 好安时的电池 好 这机会在设备看 跟什么电池是相容的 我们就可以 多弄几个了 下来是一个吸盘 哦 这个最重要了 这吸盘相当重要 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 吸在车子上面 或者说任何地方就靠它了 看起来很强的样子 看起来不赖 好 看起来不赖 然后再来是黏的啦 哇 好多黏的配备 用CM的胶 嗯 赞 这个还有很多走关节 慢慢来研究 再来是配件了 这个线 这应该是输出的线 就可以让你连接到电视机去观看的 再来USB 标准的USB 迷你USB 所以说它充电应该是靠着迷你USB充电的 等下我们再来研究 那标准的RCA输出 标准的AV端子 然后可以接到你的 好没了 没了 好就这样子 好喽来看看这个喽 你看它还可以掉起来 好这个要怎么开啊 我想应该也是一样从下面开吧 看到了 反大拿到第一天就装车上面就飙了 所以说我们输了不输证 它是准备要装在飞机上面飞的 那机名是拿来拍我们每次出去玩 拍车子的时候可以用到 嗚呼 还有 它这个摄影机的特色 我们先拿出来好 它这个其实是一个防水的一个 防水的一个保护套 装起来 要怎么开啊 好我们先release这个好了 好 所以说你只要把那个盲在任何地方 就可以装上去了 中关节 这是一个防水的 然后它这个是一个广角镜 所以说呢 你看很多人在光网上面 有人拿去冲浪 装在你的 黏在你的冲浪板正前面 我就随着你冲浪而冲浪 那这个水深几米不知道 等一下我们来看看可以的到几米 怎么样 这个摄影机就这么小一个 记住哦 它是HD的 这边是镜头 超广角镜头 这边是荧幕显示 下面是按钮 就是那个模式设定 那这边是感光元件 那这个地方呢 是让你放SD卡 跟那个录音的 好 那这边有看到没有 哇 很清楚呢 写着那个 R1模式 R5的特别代表是录制多少格式的那个 好 那这边呢 就是那个插座插口 是AXD 输出的 好 这应该下面是GS-RCA的 那这边是USB 我们的镜头再看一下 超广角 就这样装进去 就这样装进去了 我们来拍一下 这样子装进去 OK 盖上背盖 我之前显示的 我们拉近一点给大家看 好 这边显示的 这边应该是M模式的 我们现在准备的是8GB的新卡 8GB的新卡 这里 应该是这样插吧 OK DuckDuck进去就可以了 以免稍微粗油 好了 数字出现了 上面这边还有一个按钮 大家没有被忘记按钮按下去 看4是多少 960 开始录了 所以说你只要就装好之后 看你要梦到哪里去 就可以开始拍了 就这么简单 放在任何你想要拍的地方 然后提出像刚刚这个 把它放回来 盖上盖子 好 粘到你的车子上面 粘到你的车子上面 或者说车子底下 或车子旁边 好了 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任何6211的 吸在哪里 吸在车上 玻璃上面 细在板筋上面 细在任何地方就可以拍了 细在任何地方就可以拍了 好 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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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部分呢 就这样子跟介绍到大家 剩下的影片呢 我们就实际出去跑一圈之后呢 我们再来把它装上来给大家看 好 分享出来给大家看 准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